吳林老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1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带您看到就是为了庆祝元宵佳节 花莲县政府15号在太平洋公园南兵段举行了2022年 花莲太平洋灯会 花莲好虎气 拆灯迷 与摸彩的活动 那么县长徐真卫就到场跟民众同欢 并且播放花莲好虎气 小提灯以及福袋 傍晚 许多民众西家带卷排队等着领取限量可爱的舞造型提灯 现场人潮络维不绝 县长徐真卫亲切的向领取提灯的民众致意合影 来自吉安乡的方小姐带着两位小朋友排队领取灯笼 摸彩卷以及福袋兴奋不已 并且一直说要留起来做纪念 她有拿到什么 灯笼 摸彩卷 跟红包 红包啊 小红包 那有没有很开心 有啊 真的期待拿到这个吗 灯笼啊 对啊 会觉得今年的活动好像比较盛大一点吗 ok嘛 知道可以抽到什么吗 随便 有希望可以抽到电视吗 有抽到就好了 谢谢 明霄灯会的重头戏则是拆灯笼活动 现场共准备了36个灯笼 提供现场民众大显身手 拆笼拿奖品 官方旅游处也指出因为疫情关系 原来延长至3月6号的太平洋灯区 及旅遗坛展区灯会活动 将依原定的2月24日闭幕 欢迎全国乡亲把握最后机会 欣赏太平洋灯会 八大主题灯区所带来的在地特色灯饰 记者林杰花林市采访报道